这个公司,公司对我是闭毛没管 黎素柯一天出去 当时王小国,大树,商官呆道,散忙,等等等等 很多主播都是我找过去的 这个公司,散无公司,控核公司 答应给我的签约费,也分比没给 骗我们,然后我就违约 违约呢,他就给我谈和 告我赔一千五百个W 赔一千五百个W,我说大哥,我没有这么多的钱 我说你是看我现在好了,你想整我一下吗 他说行,那你感觉怎么样行 他说一个月给他一百W 连给一年 最终的结果,他让我一个月给他一百W,连给一年 我说我补干 之前呢,没谈之前呢,他给我施加压力 先给我号冻结了,我刷不了礼物,提不了线 这把又没谈好 要告我行为保全 什么叫行为保全 就是重置我所有收入的来源 重置我所有收入的来源 首先,他来到这个快手官方,讲了这么一句话 说 放账的快手号是我们公司的 我们公司要求你停止放账的快手号 一切活动,包括发端的直播 有点那个壁裂,我三年前注册的快手 我能说认识你吗 疯了 今天 那个小子姓杜 他的公司叫做契约网,他姓杜 去那边记住了 杜狗 今天给小郭发了一条绿心 这么说 说王小郭 如果你让谋线人用你号直播 我们现在马上走法律程序奉停你的账号 我当时我说小郭立马回他 你就说猪狗,你是你爹个懒的 小郭 你这你这妈 疯啊 想天想疯了吧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现在不能直播 不能发端 一千五百W我没有 一个月一百W我也赔不起 而且你没有帮助我 感谢我兄弟谢阳 感谢我兄弟谢阳 谢谢我 我并没有被王建局打压 也并没有被快手官方打压 我也没有违规 我也没有被 一直都是这个公司在搞我 两个人 更多快手YY等网络 主播八卦 关注公众微信 tsyy89 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 每天更新快手YY最新新闻八卦